好,那待會我們先來做桌布,同學桌布現在是一個Windows內建的 你會發現很多人家的電腦桌布都可以改自己家的照片 聽懂,那我們待會有兩種方法,我們先用內建的方法 待會我們的桌面按右鍵,有一個選項叫個人化,點左鍵一下 什麼時候是按右鍵,新同學幫我寄,沒有選單的時候 按右鍵做個人化,當我點個人化進來之後有選項 這邊裡面有一個字眼叫背景,背景裡面現在就是他內建有這些 這邊如果有選項有分純色,有人眼睛視力有一點比較弱勢 他們就要選很單純的顏色,聽懂齁?那你可以點進來 就假設我選這個顏色,那你看畫面就變成這個顏色了 那待會你可以再點回來,我要的是圖片 這邊剛才我寫,像我在家裡我喜歡用這個照片當我的背景圖 有沒有看到?就可以直接換桌布了 按右鍵,按右鍵,個人化,那這邊的只有這預設的這幾張 如果你有別的,我們待會點瀏覽,只是現在你們沒有照片 我今天要叫你們上網下載照片,OK嗎?目前沒有,請各位先直接點選這邊的畫面 去控制你要的,點一下就可以了,那叉叉就代表已經好了,OK嗎?去幫我改你的桌布一下,來給你 來給你 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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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看